第15題 他說我們用這些符號來代表氫原子、碳原子跟氧原子 那麼有關於這四個有句話物的學名 隨便是最正確的 首先我們看到了乙 乙這邊看到它這上面有所謂的COOH COOH是所謂的酸 它有兩個碳 所以乙應該是所謂的乙酸 所以選項必是錯的 那麼丙這裡它只有碳跟氫 只有碳跟氫 就是所謂的氫類 所以它有三個碳 所以它應該是丙碗 所以C也是錯的 丁呢這裡是個氧在中間左右兩邊挑扁蛋 這個是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舉例那個排列方式不同所看到的 所謂的甲彌 所以丁是所謂的甲彌 所以以豬呢 選項豬也是錯的 那麼看到這個甲 甲氏上面有OH 有OH表示是所謂的醇類 醇類 那麼它有三個碳 所以它是所謂的丙醇 所以它是丙醇 所以呢我們的A選項 甲氏丙醇是對的 所以第四五題的答案選擇的是A 甲為丙醇